头条开奖提到开会员咯 邀请您加入会员 家会员支持头条开奖 一起成为最有影响力的 华文新势力 他这次来可是绕了这一大圈 最主要的是不是 就是要避开危险区域 对 确实有忐忑不安的现象 您刚刚提到了 有30万的在线的观众 同时在看 这代表我们华人 对这件事情非常的在意 原因就是很简单 也就是裴若西这次来台湾 大家把他认为 他是在打台湾牌 而且在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而且在鼓励台独 在更往前走一步 不管他怎么讲 一般的解读是朝这个方向 那解放军也已经把态度表明了 就是说他不会坐视不管 那因此大家都在看的是 解放军会有什么样的动作 由于解放军会有什么样的动作 美国的他们的军方 也在做沙盘推演 而美国的军方 我们按照他们所说的 也就是布林肯所说的 对裴若西的资源专机 因为他是有美国的军方资源的 这个资源的专机 他们必须要保护 确保裴若西的安全 那既然要确保他的安全 您刚刚提到了 有另外一架西40西 18团体他也去了 一般来讲我们会认为 他有两种可能 一种就是备用机 我们叫UV 就是说如果他的专机 一旦发生故障 你马上要有另外一架飞机去起飞 那这个是最合理的一个说法 也就是说因为这个事情已经是高度敏感 高度重视 所以必须要确保他的飞机是没有问题的 而他这架飞机如果在马来西亚发现有故障 短时间修理不好的话 那就由备用机来接替 那这样的情形是可能的 另外一个那有人会推断说 那会不会是故意是两架来扰乱视听 也就是说让大陆或是让其他方 不知道他做的是哪一架 因为目前来讲可能不只是 中国大陆会有反应 如果有国际阴谋人士呢 如果说有国际恐怖分子啦 或者是有目前跟美国为敌的 而且在他的海军学说 已经把美国视为敌人的 那么有没有可能也在借这个机会 挑弄中美之间的关系啊 所以也有可能有国际阴谋家 会做一些 或者是国际恐怖主义分子 会做一些事情 所以用两架飞机来混淆视听 这也有可能发生 但是我们目前看到航机图 很明显的他们就避开了南海 避开了南海因为大陆已经宣布 在南海的海域跟东海跟北部的海域 渤海这个地方会举行军事演习 而且实弹的操演 而且在昨天的时候 中国大陆的海事局 已经把南海的这个演习区 实弹的设计区已经标出 它的东京跟它的纬度了 京纬度都已经标明了 所以我个人的推断 美国为了安全的考量 当然您讲的 其实也考虑到 佩洛西本身的忐忑不安 因为他其实人都是怕死 还是安全一点 绕远一点 所以多飞了两个多小时 当然他也许自居为勇敢的民主斗士 你这种勇敢还是怕死 但再怎么说 其实这毕竟位高权重 还是要给予他一定的保护 所以像美国的政府 提供行政专机之余 也要确保他是安全的 毕竟白宫的发言人 不也是如此这么说吗 而且在同机上面 还有另外五位国会的议员 那我继续来请教一下这个介大使 大使我们现在看到 这CNN也特别强调 说其实美国国防部的官员 都有在全天候监控 中国大陆在这区域内的动作 规划保护裴洛西的安全 那确实我们也看到 像是在美军这边 也有这个军舰来出动 包括在昨天8月1号 就有美利坚号两栖突击舰 地离玻璃号两栖突击舰 当然我们最有关注的就是 雷根号航母打击群 雷根号在今天8月2号呢 甚至还移动了位置 到了台湾东方海面 大约是525公里的这个地方 我们看台湾在这边 然后这雷根号已经来到这儿了 那这是不是就是为了要保护 陪洛西呢 请教大使 那美方他一定是全力戒备 他要确保陪洛西他的安全上 不会受到出状况 这是美国军队他的存在的价值 那就要保护美国人 尤其更好陪洛西是他们的众议院议长 那这个责任跑也跑不掉 虽然美国有些军 像这个美国的众议员Green 他替美国的军队叫去 他说这个陪洛西就是自私 所以现在让美国的军队 都面临生死这个交官的这个状况 可是军人就军人 公务人员嘛 有任务在身 他就任务在身 他只好承担任务 不过我是觉得现在这个陪洛西 他是预计是今天晚上10点降落 现在还有两个 不到两个小时了 那他现在我看就是说 预计他明天7点钟就离开 算一算一共差不多19个小时 明天7点钟 不不不我讲错5点钟 下午5点 下午5点 那就是说整个就是说19个小时 那我觉得这个整个这个危机 现在等他从他开始宣布 他要绕台北就开始就危机状态 就要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他降落前 降落前我觉得是非常危险 如果要有一个战略目标 可能从大陆角度来就是禁止防止 就是说迫害他降落 那可能不是直接针对他的这个飞机 因为可能会制造一种情境 一种情境 他飞机没办法降落 这是第一个 那这个就是说现在随时 你看我们现在还不到两小时 每一分钟可能都有发生变化的可能 让他飞机最后他们判断之下打道恢复 不降落了或到其他的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他在台湾降落以后 到他明天下午5点钟 这个19个小时之间 那这又是一个很危机的状况 那会发生什么状态呢 我只能说就是说你今天10点钟降落之前 什么状态军事行动 军事的回应 那么这19个小时在台湾 也是军事的回应 那他明天下午如果说他顺利 下午5点钟离开台湾以后 还是有军事的行为 因为中国大陆你讲很清楚 谭克菲讲了 中国军队不会做事 然后呢会采取措施 适当的措施 军事行动 你国防部不是军事行动 还是民间行动吗 当然是军事行动 所以我觉得分这个三个时段来看 这个每一个节点都可能会发生不同的状况 不过我觉得他都是军事性质的 是 不过这是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军舰 在这边尤其大家关注就雷根号这个航母之外 还有不少的侦察机 在台湾周边的活动 你看有美军这个18C战船 战场指挥机 美军P-8A反潜巡逻机 这在这个附近区域活动 那到底是在侦察什么呢 就是你盯着我我也盯着你嘛 对不对 美国在盯着中国大陆 那中国大陆当然也要紧盯着美国 那在此同时呢 还有别忘了大家很好奇的是说 台湾方面呢 这个我们的军队会如何来因应 结果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这个台东空军制航基地 增派了八架 所以一共是十架幻象挂弹机在这里备战 好所以到底要怎么来看 总觉得这里气氛真的是越发紧张啊 赖老师 目前的军事这样的一个情况 已经考验了两军 或者三个军队本身的训练几率到底好不好 因为您提到了台军已经挂弹了 而且呢 它的有些战机的副油箱也挂上去了 那副油箱挂上去就代表说 它的滞空的时间会比较长 现在考验的第一个就是夜战的能力谁比较强 也就是因为现在是晚上进来嘛 晚上进场的话 那就是谁的夜战能力比较强 比如说今天过了午夜的时候吗 就是晚上的时候的起降 然后在你飞行员的视线看不到 完全靠仪表雷达的指引向 你夜间 而且夜间有可能会迷航 或是有空间的这种感知的问题 因为你飞得很快的时候 你的飞行的姿态中 你完全是靠仪表来行为 那这个东西第一个就是考验的 夜战能力到底谁强 那您刚刚提到了美国的航母 说在台湾的东侧 五百多公里的一个地方 那航母本身的舰载机的作战半斤 大概在650公里左右 那它在那个地方的话 它要如果说假设解放军的战机 随着那个佩洛西的飞机进来 如果有也有出动的话 那我们很明显的就看到 那都是夜间飞行了 那既然是夜间飞行 而且战斗机的速度是非常的快 它是超音速的 有了超一到两马赫 常态飞行大概在1.2马赫 可是它如果是战斗飞行 它可以到两马赫 那是速度非常快 那你夜战的情形下的时候 那就双方本身的训练纪律 那如果说飞机越来越接近的时候 雷达显示出来 那本身的这个 你本身的飞行员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压力大的时候 那它到底该怎么办 还有美国的舰载机到底要不要起飞 美国舰载机如果要起飞的话 那中国大陆本身 会不会用它的战略导弹部队 对于美国的航母 实施准备的那个作战攻击等等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 是不是双方之间 谁误错按钮 或是谁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动作 会不会引爆了一些冲突 我们没有人知道 现在情况就是 佩洛西一个人来到台湾 他的行政团队反对 也就是整个白宫都反对 无奖大厦外交部就是国务院 还有国家安全顾问 连总统都反对 而佩洛西却执意要来 执意要来台湾的情形下 那到底是民进党是谁 邀请他来配合他来 那现在是美国白宫不高兴了 而这个国会的议长硬要干 硬要干的情形下的时候 造成两军中美两军 还有台军被夹在中间 大家都紧张股市也跌 然后台币也跌 然后外资开始一流开始往外跑 搞成这个样子 然后现在的情况晚上 晚上我们现在都不知道 该睡觉还是不要睡觉 因为如果说他一进来了 假设真的警报响起来 我们该怎么办 那国防博到现在没告诉我们 这个警报已经不是演习 你要发警报还是不要警报 如果说真的 轰6K进场了 那你发警报还是不发警报 一切都没跟我们讲 我们老百姓什么都不知道 密密乎乎的 然后还是站完过日子看电视 可是问题是局势会不会越来越紧张 没有人知道 所以美国的专栏作家 佛里曼都开骂了 纽约时报原来很支持民主党的 他都开骂了 他都骂你在佩洛西 你搞不信任状况 你怎么现在在这个时候 来这个东西玩这一趟 他很生气 而且他认为你同党的 你竟然完全不理会 你的行政团队对你的警告 所以我觉得他给台湾带来麻烦 我觉得更大麻烦是民进党 民进党这次惹了白宫不高兴 我都不晓得他怎么收拾后果 可是会让免疫力低下代谢不平衡 皮肤状况变差 旺旺推出的梦梦水 就是要解决 大家烦恼的好帮手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 也欢迎大家扫 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免购网站订购 然后会让吮好 我好 停的 那么 因真正的 还是 有一个 什么